再來的話,我們大概了解一下雲端硬碟的相關功能 雲端硬碟之前我們有做類似用過它的哪個功能 像Google的表單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之後 因為我們這門課主要是雲端的應用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要繳交 這個相關的我們的作業也好 或者是報告也好 記得 盡量給我的是利用雲端的方式 也就是以前比如說你用 假設你交給我的是Word檔 這個時候請你改成什麼? 改成Google的文件 Google文件 那其實差異不是那麼大 主要是說一個是在雲端上面 沒有檔案,只是說會有個連結 那你就把那個連結給我就可以了 那怎麼連結,然後你可以縮短網子或不刷短,沒關係 另外的話,如果你是Excel檔的話 那你就用Google試算表 如果你是POPPT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把它 改成用Google簡報 OK 當然做法有 有幾個啦 要不 不外乎就是說 要不你就全程 都用Google的那個簡報來完成 不過 我發現這樣好像比較 比較 比較會困難一些些 因為雲端上面作業 畢竟不像 使用那個我們原來的那個 PowerPoint來的便利 所以像我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是怎麼樣 現在那個PowerPoint先完成 完成之後再把它 存檔 再傳上去 那傳上去記得 轉換格式一下就好了 它會自動幫你把 PVT的那個簡報檔 轉換成Google的簡報 OK 那理論上如果你裡面沒有用太複雜的格式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功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好像少部分 有一些格式會有不相容的問題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就Google表單 有沒有 所以大概原則上 我們基本上就是利用那個雲端硬碟上面的這些功能 所以盡可能的 未來如果你要繳繳這個作業啊報告 盡量用這個Google的雲端硬碟來完成 那當然呢 我們要給你往整 現在是要貼到文 對啊我們都還要貼到文 你可以貼在記事本嗎 不一定有文的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主要練習 OK練習嘛 好 當然 其實 可是 丟到你的信箱 可是信箱我不好管理啦 Portal的話我可以一個一個分開來 OK 反正主要是說 我們應用那個雲端做練習 OK這件事情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它裡面其實還可以做一些其他應用 包含什麼呢 像繪圖這邊也可以做啦 只是說這邊如果 其他比較進階的 也許你們自己再玩玩看好了 像它上面有一個叫Collab Collab這個東西甚至可以在上面寫Python程式 這個我想如果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也不妨可以多多了解 這邊有一堆東西 PDF Converter 也可以轉換那個PDF檔 甚至什麼Test to MP3 這個其他 我想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不妨 多了解一下 那我們剛剛主要是上傳這個檔上來 那我假設 有點像是 假設我今天想要使用雲端 上面的試算表 那我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也許你們簡單的 複習一下吧 前面我們有利用 在那個大一的時候呢 用過這個檔 應該大部分同學都還有印象吧 如果說我今天 想要在上面使用那個什麼 這個 Excel裡面的公式的話 那假設REPD 以前是這邊有個插入函數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可是問題呢 在 這個 Google 試算表裡面 它的功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也許 習慣一下吧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假如我要算什麼 銷售量幾顆星的話 怎麼輸入 特別注意 它就沒有辦法讓你跳出一個視窗 變成你的公式 要變成全部都打在 這個 裡面 所以 變成你要怎麼 先打個等號 REPD 有沒有 然後呢 它會出現 錢瓜五 幾顆星 比如說100 給一顆星的話 那基本上 它這邊應該會提示 重複 指定那個 重複 這個次數 所以 瓜五之後的話 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什麼 哪一個字 所以這個字 你可以拿指向它 有沒有C1 這個是幾顆星 豆點 然後呢 重複幾次的話 就是這個 消數量 除以什麼 除以100 後瓜五 有沒有 這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你看我們在大一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 這個 這個公式列席 然後你把它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會出現什麼 一顆星 有沒有除完之後是 1.58 它只取 前面1 那底下 要不要自動填滿 如果你打勾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填滿 不過會出現錯誤 什麼地方有錯 記得這個 C1的前面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向下填滿 1會變成2 2會變成3 所以記得 底下這個地方 記得這個公式裡面的1 前面一定要加上前的符號 表示說呢 這個 C1的列號 永遠都保持1 不要幫我加 加1 也就是說 底下不會變成 C2 C3 C4 OK Enter 再把它往下填滿 基本上呢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 你會發現 如果跟什麼 跟Excel比起來的話 其實 它的使用方法 大同小異 但最明顯的差異 就是說 在Excel裡面有一個 插入函數的功能 但是Google試算表 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 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切到那個綜合練習 其實我主要是 這個這個地方 其實它除了說可以 輸入公式之外 應該大家還記得 在那個 Excel裡面有VBA 有沒有 還有錄日聚集 可是呢 在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有沒有這個東西啊 能不能像 在那個什麼 在Excel裡面一樣 按個按鈕 自動填滿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有點難度 我DEMO一下 其實後來我 看了一下 它裡面的相關功能 真的有這個功能 在哪邊 其實待會 我們再來看好了 這個這個地方其實可以 是可以加上按鈕的 我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裡 這邊 有沒有 這兩個按鈕 這邊就出來了 清楚 這在雲端 這個不是在那個 Excel裡面 雲端上面呢 其實它也提供類似的功能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手邊沒有Excel 其實 基本上呢 是可以拿來取代的 那只是說怎麼做啦 請各位先試試看 REPT這個地方 那其他這個公式 假如你擔心記不太起來 我雲端白板上面有提供參考 在哪裡呢 你們可以找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這個 Cloud裡面 雲端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雲端裡面 我有在 雲端上面有個雲端應用 這邊就有個Appscript 雲端自動化 裡面呢 就會有剛剛的公式 那差別只是說我這邊有加個INT 當然你INT不加也沒關係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